韩国武安侯前来出示秦国 被银四一顿大耳光 韩国太子匆忙阻拦 我们是来建立合约的 秦国怎么可以任意殴打韩国士臣 温庭此言 韩国太子悄悄退到两侧 确实这是人家的家事 银四对着前姐夫一顿输出 银四的一顿暴力输出 把韩鹏骂懵了 他对着烁阳公主直呼夫人 却被烁阳公主怼了回来 银四吹了吹手掌 枪压怒火 韩鹏大放厥词 处理完私事 银四对韩国借道和兵表示感谢 和兵二字一出口 韩太子懵了 我们没想和兵 只想坐山观户斗呀 银四故作惊讶 寡人为了你们千里迢迢打齐过 你们打算在一旁袖手旁观 看热闹呀 至此韩国借道的问题全解决了 这次战斗由银华出任主帅 第二天战国世界被正式打下 银华运球横冲直撞 骑将狂张看着这一幕忧心忡忡 直到有人对着银华一个滑颤 随后拔出利刃 关键时刻 银华一个钥子翻身 致负刺客 随后飞起一脚 球连人一起进了 秦国胜 回来以后 银华喝酒庆祝 正在这时七国使臣来了 七国使臣进门后手捧盒子 很明显是来送礼的 银华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赫然是一颗人头 原来这颗脑袋不是别人 严肃起来 来而不往非离也 他让人带着酒肉送到了齐国大营 慌张打开酒壶 不顾部下提醒 狠狠喝了一口 很快 齐国丞相找到了齐王 他这次是来告状的 齐王知道 慌张领兵三个月 不止不打仗 还和秦国交好 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但是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齐王坚持信任慌张 但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魏国朝堂却出现了极大的变故 魏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 将自己的亲弟弟灭口 魏王知道后痛心疾首 魏斯言之躁躁 我没想争夺王位 我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魏国 为了天下苍生 大魏王痛心疾首 骨肉香残竟然是为了魏国 他想不通 王出的位置 老魏王迟迟不下定论 是为了让秦楚相争 魏国从中于利 但现在的情况是 朝臣朝秦暮处 有人巴结出事 有人暗通秦国 魏斯跪倒在地 慌忙认错 魏王勃然大怒 但这个时候的魏斯 翅膀已经硬了 魏王让他快点滚 他无力的挥舞着手 却发现没有一点动静 这一刻他明白了 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 他的儿子已经办完了所有事 儿臣暂替父 社长坚果 说吧 魏斯扬长而去 老魏王口中一闲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齐国前线不将来报 齐国有人投降 樱花一阵疑惑 原来来投降的 都是七阴中的秦国人 吃了他们送去的家乡美食 决定归降 樱花细吻之下 此次投降共有两百多人 举气不定的还有一千多 正在商议提着主帅人头投降 战争还没开始 就有人投降 樱花属实不放心 他让部下仔细合查香槟的底细 但这部下也是个干事的人 他全查过了 丝毫不查 对下 樱花终于放松了警惕 让人缴歇后边境自重营里 咸阳城内 因此拉着得胜而归的银吉 西出望外 银吉在这儿 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银吉懵了 难道张仪不适合做官吗 银吉更猛了 既然如此 你还答应他辞官 因此这才告诉银吉 张仪是假装不堪忍受职责 愤然辞官 银吉恍然大悟 但他更加为张仪担忧了 魏国的惠子和公孙燕 都不是寻常人物 一旦看出来 张仪性命难保 而另一边 张仪却遇到了天大的麻烦 魏军答应 张仪不愿千里前来督战 他没想到他刚到军营 公孙燕就成了主帅 张仪询问公孙燕 为什么在树水驻军 公孙燕这才河畔拖出 张仪故作镇定 询问此战胜败 公孙燕言之早早 秦国必败 这下张仪彻底慌了 但公孙燕 还有更劲爆的消息告诉他 你张仪 使出了苦肉计 反贱计 而我只用了一计 将计就计 所以就有了秦国的卫士 让位的惠子 从秦国出兵 这个局就已经开始了 魏国和齐国暗通 这样一来 秦国必败 这一番操作 张仪也不由的不佩服 这一次他输得五体套地 但他还在期待最后一次希望 如果银华等不到卫军 不出手 那一切还有回旋的余地 那么银华究竟能否不动如山 长盛将军大秦 又能否继续辉煌 这个呀 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